钟离和温迪的爱恨情仇 我都快磕上了 大约在2000多年前 温迪初次来到黎月 钟离以为是温迪遇到了麻烦 需要自己的力量解决 在温迪没来之前 就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温迪的到来 就算倾家荡产也会帮助温迪 结果温迪只是送来了蒙德的一壶酒 钟离大写的无语 但是万万没想到 自此之后 温迪依仰不断来黎月造反 找各种理由在黎月游玩 甚至还把七成的聚会定在了黎月 还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温迪得知在黎月 可以伪造钟离的签名换取酒前 苦苦练了几百年 终于在温迪沙起意看到了成果 1000年前 蒙德旧贵族在蒙德搞起了奴隶制度 逼走了温迪 要蒙德陷入了低谷 但后来贵族的改革在内部崩塌了 原因是 温迪联手民众英雄温迪沙 利用钟离的名字伪造了一份契约 内容就是旧贵族 同意把蒙德士兵变成钟离的奴隶 把士兵们吓得全部倒戈了 马上跟着温迪沙一起反抗贵族 因此贵族的改革也就失败了 但这件事让钟离给识破了 表示下次再伪到一次就揍他一次 所以温迪才会那么怕被钟离打杯 每次跑去黎月找钟离喝酒 还要找各种搭子做挡箭牌 温迪你还是优责点吧 下次我可按不住钟离啦